几位都跟了这么久了,还不先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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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经大潮,呵呵呵,灵动兄弟怎么走得如此匆忙啊? 我要的灵宝,灵动兄弟可还没有给我打了负呢? 抱歉,不做考虑。 想不到灵动兄弟竟如此的不识好歹,动手! 是! 好! 华护法, 你如此明目张胆地抢劫,恐怕不太好吧。 大黄郡本就是逝者生存之地,那病谷己也需要一个更适合他的主人。 精神力! 你杀了他?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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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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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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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果然也是一位浮尸啊 可惜碰到我了 你可逃不到什么屁 既然我们俩都是浮尸 正好可以切磋一下 这家伙 竟然带这么多灵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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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丢了 我们回去 跟华宗护法会合 灵动兄弟 你的本事 不会就只有逃跑了 这华宗 还真不好对付 想不到那家伙 竟是个灵服师 再加上他那尊重等浮沟 小子 这次 你可是踢到铁板了 那又如何 看我的 钉群剑 化身图阵 问化炎 你的精神力 我就收下了 请不吸收我的精神力 玄黄地甲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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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灵击法 鱼灵击 猛鸣击 我有灵甲护体 你根本伤不了 古灵印 古灵变 我说过 你的招式根本伤不到我分毫 没想办法 破了这家伙的无归可 好了 小子 试试内容 你的灵宝和小蜜 我今天都要取走 无归 金台阵魔掌 我说过 你的招式对我没用 那试试这招如何 我的灵甲 我的灵甲 画宗护法 现在 你该乖乖认输了吧 我堂堂阴魁宗护法 总会像一个矛头小子认输 阴魁大法 十金古音 小子 要吸干你的精神力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的精神力 反射 不 不 小子 你没事吧 我感觉 有两股精神力 在我体内互相冲撞 这画宗的精神力极度隐喻 你得想办法练化他们 不然 会留下后患的 小妍 走 我们先离开这里 小妍 我们走 这小子 竟然杀了 画护法 统儿 我定会将那灵洞 千刀万剐 小子 杀了画宗 你接下来的麻烦可不小哦 我知道 阴魁总肯定不会放过我 小子 画宗的精神力极度隐喻 你得尽快练化才是 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 待我把画宗的精神力吸收后 再想办法 小妍 快快跟上 小姐 调查清楚了 画宗是被林栋所杀 祈福画谷长老正派出殷魁宗分布的所有人手捉拿的 退下吧 是 灵洞 你要怎么过这关呢 快点 在两边集合 快 是 这么长时间 人手还没有集齐吗 画谷长老 我们还需要些时间调动人手 哼 一群没用的废物 画 画谷长老 看来好 画宗的精神力已经完全被我吸收了 小子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嗯 现在阴魁宗的人 必然在四处搜寻我们 我们在这里先躲藏一阵 趁现在 我可以经这万兽果炼花了 小子 你确定现在就要炼花万兽果 嗯 阴魁宗肯定会穷追不舍 我必须提升实力 才能自爆 嗯 若你能炼花成功 实力至少能提升至造型进大成 而且铜雷体 也能更进一步 不过这风险嘛 我知道 之前只是一些龙元晶蟹 就够我收的了 这万兽果的风险 自然更不用说 小子 要不再缓缓 等准备充分了 再炼花也不迟啊 只怕对手 可不会给我们留那么多时间 我意已决 麻烦你们 帮我护法吧 好吧 陈虎 我们去外面守战 小子 是进而成龙 还是退而成蛇 就看你自己的了 小爷 我们走 臭小子 我绝不会让你逃走的 纯虎 你的鬼叫一晚上了 就不能安静一会儿吗 凯虎 好 好 哎 鸟爷当然知道这有危险 不过这小子若想要变强 这些磨练 也都是他的必经之路 我们能做的 也只能是耐心等待 是早期净强制的气息 难道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 避免 陈虎 跟我来 是英葵宗的人 川湖 不能让这老家伙找到灵动 你先去吸引他的注意 叼咬我从后面偷袭 幽兽 滚开 什么人 不愧是早期进抢者 幽灵 老先生若是想要探宝 怕是来凑了地方 这里可是我们幽兽的地盘 劝你还是速速离开为好 装神弄归 水虎 动手 看来你这妖兽在失去身体之前 也应该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不过 以你现在的实力 绝非我的对手 那今日就让你尝尝丢也的手动 是死活的东西 神弘 这道头不好对付 小心点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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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真是纠缠不凶 天无碑 我看你能挡下多手 神武快帮忙 天使对于顽抗 老夫知道灵动那小子就在这里面 他不会以为靠着你们这两个畜生 就能够逃过一死吧 没想到 雕爷现在连一个早期进的人都 不过 雕爷可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真是顽固的畜生 原来那小子躲在那里修炼 给我滚开 你小子怎么磨蹭这么长时间 下来小雕小颜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灵动 这老家伙有点手段 你可要小心应付 我会小心的 你伤得不轻 快去休息吧 小颜 小子 老夫今日就要你为我而偿命 华宗贪图我的灵宝 有此下场 也是咎由自取 我说是一件灵宝 就算我而要杀你 那也是天经地义之事 简直蛮不讲理 quis一 ton 一拐 崎 嗯 淙 你 操 你 操 二 变成功 天狐狸 小子 你这武学确实厉害 不管你能维持多久呢 打败你 足够了 人心之力 天灵击乏 天龙击 王子兵大奖 小子 你这武学虽然强大 不过想要硬罕我造弃净大成的实力 未免也太异小天开了 现在 去死吧 小子 老家伙 胜负还未分呢 这小子竟然还有余力 以我现在的伤势弱于他应贫 不好 老家伙 小云 青竹姑娘 这里是 你醒了 慕姑娘 伤口还疼吗 已经没有大碍了 那就好 慕姑娘 不知这里是 这里是大摩门 你放心 殷葵宗的人 绝不会进来这里 多谢慕姑娘救命之恩 大摩门和殷葵宗向来不合 殷葵宗的敌人 不就是我大摩门的朋友吗 朋友之间 自然是要互相帮助 慕姑娘的大恩大德 不知如何回报 林公子莫要多想 千千是佩服公子 竟然能打败华谷 当真是英雄初少年 幸亏那华谷 太生怕死 否则谁输谁赢 也就不一定了 不过 林公子杀了华宗 如今又重伤了华谷 恐怕整个殷葵宗的势力 都会追杀你 林的公子 你加入我们大摩门 如何 只要林公子加入我们 林公子的事情 自然就是我们大摩门的事情 多谢慕姑娘的好意 我来大荒郡 只是为了磨练自己 并未想过加入任何门牌 好吧 我也不抢求公子 只是千千第一次被男人拒绝 还真是有些不习惯呢 木姑娘 抱歉 木姑娘 林栋公子若是改变心意 千千随时地欢迎你 多谢木姑娘 不知林公子接下来有何打算 大荒古碑封印即将开启 我准备要去那儿 我劝公子还是不要前往为好 为何呀 木姑娘 古碑开启 殷葵必然会参加 此次据说 连大延王朝的四大宗族也会前来 如果你攻身一人 别说瓜分宝藏 就是能否活着都难说 四大宗族 林栋公子 你没事吧 没什么 多谢木姑娘好意提醒 不过 这大荒古碑 我必须要去 我必须要去 不枉我这几天日夜间长 总算及时赶到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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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宝室 凭什么让我让开 就是啊 这里这么大 我会走其他地方吗 他们是古剑门的人 怎么舍不起 还真是冤家赌质 快看 大魔门的木仙仙来了 真美啊 千千姑娘的容望 我真是名不虚传的 千千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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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离开我 别走啊 千千姑娘 千千姑娘 离开你们 千千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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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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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千千姑娘 千千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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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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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此的速速散开 散开 散开 退下吧 这不是殷葵宗的腾磊少宗主吗 又是殷葵宗 腾少宗主真是好久不见了 芊芊可是时常挂念着你了 你的魅术对我没用 腾少宗主果然只对死人感兴趣呢 最近大魁城中有叫灵动的小子 处处与我殷葵宗为敌 我听说此人与你走得很近 少宗主消息倒是灵通 我确实与她有过几面之缘 不过 不过据我所知 她好像已经离开大皇郡了 哦 是吗 芊芊与此人并非熟识 何况 她若还在大皇郡 又怎会逃过腾少宗主的法眼呢 既然如此 那便告辞了 这封门是什么都会 这封门都会 这封门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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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封门会是什么的 这封门会撒起来了 原来你就是灵洞 你身上残留着华宗的精神力 这么近 可逃不出我的感应 灵洞见过程少宗主 哥哥 是灵洞 就是那个杀死华宗 打伤华国的灵洞 我这么年轻啊 这小子不怕死我 竟然还敢来大黄骨碑 臭小子 华国长老特意嘱咐 一定要把你活着带回去 炼成浮潰 竟然不是我的精神力 惊人之力 不愧 哈哈哈哈,果然有點本事 怎麼,是要一起上嗎? 我推一下 這個獵物,我要獨自享用 哈哈哈哈 快看 快看 快看快看,是林氏祖,自民浪天 好帥啊 是啊 終於,又見面了 小子 他的氣息,比一年前又強了許多 依你現在的實力,依然不是他的對手 族筆還有一年,我會盡快提升實力的 可兒姐也來了 快看,秦氏宗族也來了 快看,秦氏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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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黃埔劍 是黃埔劍 怎麼這麼嚴重呀? 不是他 黃埔妹妹,一會兒可要跟緊我們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黄埔妹妹 跟着一个不男不女的有什么意思 自然是跟着我王妍比较有趣 两位能照顾好自己便是 王妍 灵动 这个废物竟然还活着 灵动 诸位,真是许久未见了 这便是青竹姐姐提过的灵动了 套也是一番 不知怎会被青竹姐姐提起 庞天兄 我与这小子有点旧账要算 但他与你们林家也有点关系 这让我很为难呢 不必为难 一个分家废物而已 灵龙天大哥 这样不太合适吧 哈哈哈哈 狼天兄果然是大局 这个废物若是留着 只会有损我们两家的关系 原来灵动 是您是宗族分家的人 那我就不客气了 狗叔 我有私事 预先解决一番 速战速决 切无耽误正事 放心 这次可没那么幸运了 这臭小子 竟是在劫难逃了 在动手前 容我多问一句 这次 你的乾坤袋可准备好了 今天我必要取你性命 造极性小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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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大罗乱武 怎么可能 金台镇膜掌 大罗乱武 你这金台镇膜掌练得也太不到家了 让我来教教你 什么是金台镇膜掌 这小子竟会有皇家的武学 金台镇膜掌 大罗乱新家 我脱 死吧 竟能打败王爷 看来这灵斗确实有点本事 这家伙 现在竟然这么强了 怎么 怎么可能 在一年时间 你怎么可能招惹我 现在的你 在我眼中根本不堪一击 怎么 怎么说了 早起情大成 小子 我要得寸进尺 你真当王室宗族 无人不成 什么王室宗族 无非就是些仗势欺人之徒 童书 这小子竟敢辱没我们王室宗族 杀了他 林郎天 此人也算是你林室宗族之人 你如此纵容族人放肆 就不怕坏了林王两家关系 王长老言重了 林王两家的关系 岂会因为一个分家之人而改变 林栋 今日之事 闹得过分了 若想保命 便立刻跪下 请王家人赔罪 你算什么东西 我的事 还轮不到你来插嘴 你说什么 林郎天 身为林氏宗族之人 却百般讨好王室宗族 当着众人之面 欺迫本族之人 辱莫本族尊严 此事传出去 必然会有无数人指笑林氏宗族 使宗族成为笑柄 林郎天 你是宗族罪人 必入宗族行辞 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子 今日我便将你情下 送往宗族行辞 看来究竟是谁该受罚 郎天 你若是真出手了 恐怕这里所有人都会认为 你这是在对王室宗族服软 此事传回去 当老门必会不满 这小子如此猖狂 若是不轻开 我亲口还如何在宗族立足 林牧叔 还请不要阻拦 当天 此事先作罢 这林栋虽然言语狂妄 但也不是为一颗好苗子 无缘无故当众擒他 的确不合适 何况 此事林栋说的确实不错 你的做法 过于讨好王家了 林郎天大哥 看在同族的份上 不要跟他计较了 怎么 难道你们林家要互短不成 哈哈哈哈 这只是小辈之间的切磋而已 王长老不必在意吧 何况大荒谷被开启在即 我们四大宗族可还有正事要办哪 是 皇术 绝对不能这么轻易饶了这小子呀 林氏宗族 所有人进入古辈 是 是 走 正式要紧 回头再找这小子算账 王氏东读听令 出发 是 我们出发 是 大家跟上 是 小岩 我们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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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